同学们好,上集课我为大家讲解了JSF的实践处理 我们的即时事件 然后我们对JSF事件流程做了一个讲述 JSF的事件流程通过重建仕途 套用请求词,执行验证 然后更新我们的数据模型 换行我们后代的应用程序 然后执行我们的逻辑 最后来汇职我们的响应页面 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然后我们对动作事件以及即时事件 做了一个讲解 它在我们的应用 整个JSF事件流程当中 什么阶段,执行什么操作 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课为大家安排了课作作业阅读我们的代码 这几课我们将会对JSF的 直辨世界做一个讲解 大家知道我们的故意程序 当我们选择一个下列表 或者改变我们页面的某一个值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单选的操作 或者多选的操作 都会发生一个止变 而我们HTTP无状态 怎么来处理这种止变事件 JSF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要学习我们的止变事件 首先要对JavaScript和清极事件 做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的一个差数值 WalletChangeListener 做一个了解 最后我们对WalletChangeListener 这个家伙内 做一个了解 首先我们通过一段代码 来学习我们今天的止变事件 打开我们的eBlips 然后起到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通过浏览器 去访问我们的应用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输入一个正确的地址 HTTP 然后写个写个 Localhost 8080 我们的端个号 然后我们的项目名称 以及我们的login页面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号和密码 我们这里的名称是Lucy 密码是password 登录我们的系统 首先我们做一个添加班级的功能 添加一个班级class1 然后输入我们一个正确的接班时间 点击添加班级按钮 我们再添加一个班级class2 点击添加班级按钮 反过我们的主界面 然后添加我们的学生 对我们的班级class1 添加学生student1 以及输入一个学生成绩 添加学生 然后我们添加student2 进student3 输入一个分数 同时我们对class2 也做一个添加学生操作 我们添加student4 以及输入一个成绩 添加student5 添加student6 添加 这样我们对每个班级添加了三个学生 class1添加了student1 2 对class2添加了学生student4 5 5 6 然后反过我们的主界面 在这里我们点击三处班级按钮 这是我们这些课新做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切换到class2 然后切换到class1 这里class1的学生列表就列出来了 student4 5 6 然后我们点击class2的时候 我们的student1 突催也出来了 对应的学生都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下列表 当轻集的时候 做了一些什么操作 然后对我们的学生列表 做了一个刷新 我们通过代码 来了解当中的内容 所谓的质变事件 就是说我们的下列表 这里我们是拿着下列表来做的一个demo 我们的大选按钮 radio以及checkbox 都可以发生质变事件 而我们的下列表 怎么发生的质变事件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deletestudent 这个gsp 然后看一下 我们的标签 hselect1这里 这是我们一个单选 我们一个下列表 大家看我们这个标签上面 首先有样清击的事件 这是我们的javascript的事件 做了什么 它提交了我们整个form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叉数字 valu change listener 这个valu change listener 对应的是我们后台 班冰冰的一个方法 class冰点 星期classid 这是我们后台的一个方法 这里大家也看见了 我们对javascript 刚刚前期时间 做了一个讲解 也就是说 对我们的下列表 做改变的时候 我们其实调用了后台的javascript 做了什么 on change 然后提交我们整个form 到后台 执行我们的valu change listener 我们这里是对应后台翻个名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打开我们的交易代码 看一下我们班冰冰的class冰 然后看一下我们对应榜面的方法 星期classid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方法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返回值 是void 然后我们的一个参数值 valu change event 也就是我们的事件是 质变事件 而我们的 动作事件 是action event 我们的质变是valu change event 然后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我们这里 从前台取到我们的classid 也就是说我们值的 下列表的值 然后 在这里 我们对前台的studentlist 也就是我们deleteclass里面的 这个下面的一个例表 做了一个改变 studentlist 这里 做了一个 循环 然后把我们前台传进来的classid 找到这个我们list里面对应的值 刷新我们前台的列表 这就是我们对 这就是我们对 质变事件做的一个讲解 这是实现我们质变事件的一个方法 然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前台的页面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前台的页面 点击 删除按钮 这样去删除了我们一个班级 我们返回主界面 看一下我们的班级列表里面 这里这个class2了 已经删掉class1了 根据我们的 后代代码 deleteclass 找到我们对应的id 从我们的list里面清除掉这个class 以及清除掉classlist里面的studentlist 好 这就是我们实现 质变事件的一种方法 同时 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方法 来 实现我们的质变事件 可以通过我们的 标签 什么标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F里面的 有一个 Value 信息Listener 也可以像我们之前的 Listener一样来处理 然后它的参数是 Type 这个Type对应的时候我们的一个class对 我们也可以 新建一个 Listener 设训 STUDện Class Valty 新闻 Class 我们这里需要实现一个接口 equalments就是我们今天讲解的第三个指示点 我们可以去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实现接口里面的方法 这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方法 PresistValueChange 这里传的参数也是ValueChangeInvent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下列表 需要改变的时候做什么值的改变 在这里也可以实现 而我们前面对应的参数 这里type 需要写上我们的家包 logo under class body kings listener lab 做一个直辨 而我们这里的参数 之间的参数 mari kings listener 需要去掉 这里写错了 应该写到下面了 我们这里 应该放到 下辨 这里 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 这就是我为大家讲解的第三点 WalueChangeInvent 我们两种方式大家记得 第一种是通过 PineInvent的方法 传上我们的WalueChangeInvent 事件 反馈之外 的 通过前台的一个参数 来绑定我们的直辨世界 第二种是实现我们的WalueChangeInvent 我们的直辨世界讲到这里 课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 第一阅读我们的代码 第二 希望大家 通过课后的练习 自己编写一个 直辨世界 直辨世界 我们的直辨世界 可以 发生在我们的Radio 以及CheckBox上面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课讲到这里 下几课我们继续讲解 JSF的 世界处理 Face世界